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, 2018第六届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, 今天在台中市长林嘉龙、立伟洪慈雍、 市议员王立任及大雅区长林华斌名枪下棋跑, 100多名参赛助将扛住重达10公斤的三太子神将, 利用28天徒步环台1035公里, 其中,最小参赛者九天曙光少年吴金德今年只有13岁, 他笑说将尽力而为, 来自马来西亚的济南大学或环球科技大学学生13人, 则希望透过参赛, 徒步认识台湾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, 今天上午8点从台中市九天文化园区出发, 除了分段组的150人, 今年共有21人参加全程组, 其中13人来自马来西亚, 6名为九天曙光少年, 1人来自澳门, 亦为台北上班族。 其中, 年纪最小的13岁吴金德, 14岁将市民皆是九天曙光少年, 对名辟还转大人, 平常在大渡山练跑, 希望成功挑战28天, 1035公里完成黄台壮举, 也是加入九天必经的习礼, 来台就读济南大学及环球科大的马来西亚学生, 则在曾参赛的学长鼓励下组成两对参赛, 就读济南大学观光修监与参旅系的刘燕熙说, 因为学长的鼓励才参赛, 希望这项活动成为马来西亚学生的传统, 即由全城徒步认台湾的文化与美景, 济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秦惠山则说, 参与环台赛事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, 另外, 44岁的洪佳辉来自台北, 平常也参加三铁等活动, 一直向一元环岛的梦想, 特别向公司请了一个月的假, 虽然年龄已超过这项活动的35岁现时, 因马来西亚队刚好有一人受伤无法参加, 他才获得递捕的机会, 十分开心, 九天民俗集团团长许振荣表示, 该团于2011年成功扛住三太子挑战撒哈拉沙漠基地后, 为建立台湾自由的极限赛事, 并激励青年学子走出户外, 勇于挑战自我, 自2012年起特别选在7月最炎热的季节举办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, 至今第六年, 今年最特别的是该团自主利用活动车辆, 行销将于11月举办的台中世界华卉博览会, 希望让全台民众知道并都来参与花博的盛事。 市长林佳龙说, 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再次从台中出发, 特别的是透过环台行销花博, 市府也将以OK台湾,台中起步进行环台整体行销, OK等于0K, 因台中是全台土地测量三角点的起点, 台中就是台湾的中心点。 这项励志的活动, 让年轻人更认识台湾, 并扩及国际, 吸引马来西亚学生参与, 是很好的行销台湾及台中的活动。